马路边上躺着一条可怜的流浪狗,当救助人员匆匆赶到时,他正趴在泥泞中,已经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了,他不停地伸着舌头,想舔一舔路面上的积水,可惜一直都够不到,他太渴了,已经好几天没吃没喝了。 有知情人说,他原本并不是一条流浪狗,却比流浪狗过得还要悲惨,他原来的主人非常暴躁,经常虐待他,可惜狗子失去了自由,被拴在了老房子里,主人想起他时会给一点吃的,心情不好,就会打他,拿他来出气。 这一次,主人好几天没回来了,狗子又饥又渴,实在受不了,咬断绑住自己的绳子,逃出了那个家,可惜他已经筋疲力尽,终于倒在路边。 他本来想喝一点路上的积水,可是无论他怎么伸舌头,都无法够到,眼看就要死在这里。 幸好,有人发现了他,给救助站打了电话,救助人员找到了这条可怜的小家伙,他已经快要虚脱了。 唯一能做的事,就是不停地伸出舌头舔着空气。